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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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这几年阳光运动公园成为了新兴的赏鹰景点之一 更是名列新北市著名的赏鹰圣地 所以民众当然不会错过 而这里所种植的合金鹰是由日本大导鹰和台湾的山鹰花交杂而成的品种 花朵为粉红色 花形较大 目前合金鹰有的盛开 也有些许凋落 甚至冒出绿芽 形成了不同风情 民众如果不想大老远到武林农场 那么可以就近选择到阳光运动公园来逛逛哦 记者陈明镜们齐新店采访报导 位于新店碧潭桥旁的天阔地下道 是许多民众从环河路通往碧潭风景区的必经之路 近来新店区公所让新北信品吉祥物企鹅暖霸 要上了地下道的墙面布置 让整个环境空间变得更加的温馨 也让路过的民众相当惊喜 可爱的企鹅家族现身在地下道的墙面上 让本来单调的地下道整个气氛变得很不一样 这是位于新店碧潭桥头天阔社区旁的地下道 墙上的企鹅可是大有来头 这个有着翘胡子的就是新北市姓品代言的吉祥物企鹅暖霸 企鹅爸爸呢 他是负责富裕 还保育企鹅宝宝 那他育有这个所谓的性品平等 还有一个家室共享的一个概念意涵 所以我们特别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气氛暖霸 来布置这样的一个墙面 新店区公所表示 这个地下道是许多民众要从环河路到碧潭风景区步行的必经之路 使用率可以说是相当高 藉由这样的布置改造 除了让地下道有温馨感 也希望能够传达性别平等家务共享的观念 而除了气氛暖霸之外 还有崇光女中提供优秀的性品画作 一同点缀这个空间 新店区副区长张淑芬表示 气氛暖霸同时也进驻了二八子植物园 可爱的公仔造型 让许多民众争相合照 二八子植物园是我们新店区 这个原始灵象最丰富的一个植物园 那也蛮适合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或甚至邀请朋友来 一起来踏青 游走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置了这样一个公仔 也做这样的一个宣导 性贫这个平权 跟这个所谓家世共享的一个概念 新店区公所表示 不论是地下道还是公园内 多了气氛暖霸的加持 相信可以让民众有不同的感受 尤其是本来洁白空无一物的地下道 现在有了气氛暖霸带来的缤纷色彩 让路过的民众多了惊喜 也带来了一份安心友善 记者杨邦友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游泳新北市新女性协计会主办的一起积耐力课程 今年度首场就在柴城活动中心展开 高达百位民众跟着专业老师一起动健康 协会理事长陈锦妮表示 在健康观念的推广下 许多来上课的长辈都明显感觉到身体机能变得更好 所以现在课程只要一开放报名 就会迅速而满 跟着台上老师挥动手臂 踏踏脚 近百位的民众在新店财成活动中心七楼一起动健康 这是由新北市新女性协计会主办的积耐力课程 今年度从1月3号起 每周四下午2点共计有五堂课 要带领民众循序渐进强化积耐力 协会理事长陈锦妮表示 自新北市议员陈一军创会以来 就积极推广健康观念 如今迈入了第四期 每一期的报名人数也越来越多 大家的观念越越好 就是要健康要动 那积耐力就是非常容易学 又可以流汗 所以口耳相传 再加上有这样的观念之后 我们每次这个活动大概两个礼拜就爆满 在口耳相传下 有口皆碑的积耐力课程 现在成了最夯的活动 每周一次的筋骨活动 促使得上了年纪长辈 能够借此机会伸展肢体 同时培养运动的习惯 我之前有生病 这样很好 做得很好 真的是很棒 因为对我们的年纪来讲 真的是身体很健康 而且会很快乐 只要一个礼拜一次 只要一次课 一天来运动 就会慢慢发现它的改变 可能它的呼吸 或者它的活动力 它都会越来越好 上过了才知道 肌耐力课程的好处多多 所以有不少民众是一上了之后 就成主顾 就有长辈是从第一期开始 齐齐报名 跟着专业老师训练自我肌耐力 让身体机能变得更好 需要运动啊 然后有老师带会比自己做好很多 那你觉得就是这样子上下来 你觉得你自己身体上 或者是你觉得最大的改变跟变化 那个脚比较有力了 也比较有精神 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辈 最怕的就是没有体力 使得活动力也变得差 而透过了肌耐力课程 由专业的老师教导大家 如何动如何加强 这当中还有许多来上去的民众 最后甚至变成了协会职工 帮助新加入的学员 大家除了来运动 更多了一处交流天地 而目前除了财成活动中心 有开设课程 另外在新店地区的中央活动中心 也有办理 同样是额满的状态 人数更高达180多人 已经成了婆妈长辈之间 最受欢迎的课程活动 记者杨榜友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失智症的成因很多 除了因为年纪越来越大 记忆退化 另外像是高血压 心脏血管疾病 有可能造成失智 最近失智症要如何预防 或是减缓退化的速度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医师的建议 全球失智症人口快速增加 根据推估台湾失智症患者 大概有20多万人 其中又以年长者居多 俗称老年时代症的阿兹海默症 就是最常见的退化型失智 不过医师表示 年纪大算是造成失智的主要因素 但并非绝对 包括了许多疾病 都有可能导致失智症的发生 最大最大区块 就是还是随着年纪 然后增长 所产生的退化型的失智症 那也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 这大概占了所有失智症的 8成到8成5这样子 那剩下其他的部分 那多数还是一些疾病所造成的 那疾病所造成 譬如说什么脑中风 血管梗塞之后 对于脑部的血液循环就是欠佳 所以部分脑细胞就此 就是慢慢的凋零或者是死亡 所以引起了脑部 它变成有缺损的状况 失智症最明显的初期症状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常常忘记 而且想不起来 但对于过去的事情却记忆清晰 同样的事情讲了又讲 譬如说他今天中午吃了什么 或者他前一天跟谁出去过 多数的时候这些短期记忆 会比较容易缺损掉 对所以很多时候家属会忽略掉 为什么 因为他会跟你讲说 就是他过去怎么样过去 大家都会觉得他记忆力很好 那其实不然 有时候你要去问他 就是短期记忆的部分 对那可以从说 你中午吃过什么饭 前一天跟谁出去过 那或者是上礼拜有什么 从这些东西下去做询问 至于失智症要如何预防 医师表示 如果是疾病问题 所造成的失智症 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问题 避免脑部血管伸塞 另外如果是因为年纪健长 脑部退化 就必须加长对脑部运动的刺激 万一有初期失智的症状 更要维持患者与外界的互动 延缓急以退化 这个时候如果假定 把它放在家里 把它孤立起来 这个时候是额外 会出现一个额外的问题 就是说它心里面会有 它额外难过 或者是额外的疾病在 譬如说 关了太久的时候 产生了忧郁症 那忧郁其实是某程度的 所谓的 我们在讲的叫假性失智 这时候会把它失智症的症状 就是弄得越趋严重 很多家属都把失智症 误当成是老顽固 以为人老了都是这样 因此错失了及早就医的时机 但事实上 这已经是种病症 一定要赶紧接受治疗 记者声评 这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广告后继续来看 火力秀一下单元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有限电视新增缴费管道的哦 除了零贵便利商店 农会与申请自动扣脚 现在还可以持装单到台湾大哥大买奉门师缴费 用户还另想行动门号优惠哦 大奏大买奉门师缴费 disks不接受 大奏大买奉门师缴费管道的 您的大奏 最后 只能棒 大奏大买奉师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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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奏大买奉师缴费 一碎 大奏买奉害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 我们要来看看 崇光社区大学方块舞班 活力十足的演出 方块舞是八人一组的团体舞蹈 所以舞者之间 一定要有十足的默契与团队精神 正因为如此 崇光社大方块舞班的学员 彼此间都培养了相当好的感情 现在我们就透过镜头 来欣赏他们的曼妙舞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方块舞就是美国的国舞 在1984年的时候 雷根政府把它定为美国的国家的舞蹈 方块舞是八个人一组 由四队来组成 一开始就是由四方形开始 然后会变化很多种队形 比方说变化成线形 叫做Line 变成Wave 就是波浪型的 Diamond钻石型的 或者很多其他的Hourglass Galaxy的队形都很多 那好像在玩魔术方块一样 然后由一个指挥者 然后下达口令 然后大家跟着他的口令 来做队形的走路的变化 然后最后再把它还原 回到原位 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好玩 很有趣 我感觉像在玩意志游戏一样 跟就是跟一群朋友 一起玩团体游戏 Spin the women's right的时候 外面的先往右边 想游转 想游转 对 然后外面的人 我们先来试看看 外面Secure两个位置会到哪里呢 我们外面先走 先走两个位置 来Secure两个位置 然后方块五呢 它是用英文的 那所以听了英文之后 大家的英文听力 自然会增进 那另外就说 我们这个是一个口令 就是一个动作的反应 那训练大家的专心注意 反应能力 那当然就是学了以后 上年纪的人呢 他就绝对不会老年痴呆了 我这个方块五 我调到现在已经是三十一年了 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休闲最好的活动 我一直到现在也九十一岁了 三岁九十二岁 可是我的精神还算不错 就是因为我调方块五 我听得一要一想 这个全身负利度来了 一个口令一个反应 所以可以避免你有时候 痴呆 像这种退休老人的话 学这个可以避免老人痴呆症 带着吉他快快乐乐去流浪 弹起吉他快乐八个唱 Element left your corner turned by the right Element left your corner with the ring 我们方块五呢 它是以音乐为基础 然后有走路舞蹈的舞步来当工具 然后我们游戏的学习是当目的 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 大家的团结合作 还有英文的听力的练习 还有人际的互动 然后这个是属于非常多元化的一个教育 这是一种运动 也是会流汗的 然后又不是那么激烈 适合每种人都可以跳 刚开始去学排舞 后来我膝盖不舒服 那就断断续续没办法继续 那老师呢 他教方块五 他说你来跳方块五 我后来发现 真的太好了 因为它比较温和 所以可以跳到年纪很大 可以动脑 又可以健身 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达到运动的效果 而且不知不觉 就是它不是很激烈 那又可以一边听着 好听的英文歌曲 那就上课的过程 就让我觉得玩得很开心 好听的 提示 朋友 我们交了很多好朋友 彼此因为以武费友 所以做得非常地确地确很好 学了之后全世界跑跑照 你可以去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 都是用英文来指令 然后跟着跳 所以你可以甚至去美国 加拿大 众乐乐不是一个人独乐 是大家一起共同完成的 所以那种感觉有更棒 就交了很多的朋友 然后有共同的兴趣 然后我们有同学 还一起约做舞衣 像我今天穿的这条裙子 就是大家同学一起做的 崇光振兴方百五 贪心 专心 贪心 信心 爱心 五心 接着我们来看 宝贝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普通讯息 1月1日起按下买Video快捷键 进入机上和买Video 即可抽三星手机 Sony耳机等好礼 收看影片 加码再抽校普50寸4K大电视 详情可驾买Video官网 上网看电视就要兼打细算 现在申办精神方案 每月只要899元起 再加码赠送超商礼券 详情请洽29173939 截日起大新店有线电视收视户 可持有线电视账单 致台湾大客大买奉门市缴费 用户另想行动门号优惠 新店区公所108年2月15日下午7点起 以及2月16日上午10点起 在一楼大厅发放2019新北市元宵民俗小提灯 欢迎民众所取 安庚轻轻工程自107年12月28日起 至108年3月31日止 在新店区安一路二段与安中路口 进行轻轻工程 将调整道路路行 请用路人注意 以上新闻内容都刊登在大新店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 无妙に